大家都知道 安州拉贝比在还没有成名的时候 在台湾只是一个小小的封面模特 早期的颜值不用大家说也都知道了 身高也不占优势 不过后来贝比去了一趟日本 回来之后简直美翻了 颜值和气质上都提高了很多 而且在时尚方面拥有了一定的造诣 不过这都要归功于他当时的造型师 韩霍霍 这个名字很多人都知道吧 早些年在时尚界非常火的设计师 凭借自己独到的超越前沿的时尚风格 受到了很多外国大牌的好评 那时候韩霍霍是贝比在内地的造型师 贝比在内地出席什么活动都要带着他 两人十分亲密 一度传出绯闻 不过也没有什么结果 贝比在韩霍霍的打造下 越来越走在了时尚的前沿 真是被黄晓明看上了 成为了黄太太 要知道当时的黄晓明 可是在内地非常火的明星 而贝比只是一个名气不大的女模特而已 不过 在贝比和黄教主结婚生子之后 再也没看到他和黄火火同框了 韩霍霍也逐渐退去二线 或许是贝比变得有名气了 请更有名气的设计师了吧